虚拟货币拍币磨刀霍霍向老人 自虚拟货币严打以后 有一衣衫债币 传销币瞄准了下沉市场 甚至拿中老年人抬刀 近日 北京商报记者接到读者李明反映 在他的老家新疆 惊起了一个名为拍币的虚拟货币 宣称不用投钱可以零屋 交用户通过手机挖矿 并以推荐返利等方式发展下限 据李明称 这个币种的参与者 大多是中老年人 后者对这类投资方式深信不疑 要想获得更多代币 该平台还要求用户 通过邀请可信赖的朋友和家人 加入社区来提高小时费率 公开信息显示 拍币的总量将由三部分组成 分为挖矿收益 裂变收益和开发者奖励 其中挖矿收益将越来越少 直到消失 如果网络的总人数始终不上涨 拍将会无限增发 一旦总人数达标 挖矿奖励将减少 拍的发行量将进行通缩 或许拍将变难 这种设计使得每一个用户和持币者 都不断发展新用户 直到挖矿奖励归零 同时 该团队还创造了大使角色 当新成员注册拍奈托克时 每邀请一个人加入网络 便可成为大使 基本采矿率将获得25%的奖金 刘峰同样指出 对于这一类瞄准下沉市场 老年人群体为主的山寨 传销币 一方面需要直接打击犯罪分子 强化相关监管及执法环节 另一方面还需要对三四线 节以下的下沉市场 投入更多的胡法宣传 以社区为单位来加强 虚拟货币相关知识 普及以虚拟货币为噱头的反诈知识 保障普通大众 尤其是老年人的财产安全